金魚外型的大樓 這是高雄港務旅運中心 上到三樓海運藝術廣場 可以一覽高雄港美景 下午兩點開放時間一到 立刻吸引許多遊客參觀 如果公司在附近 所以我剛剛要路過 然後怎麼有個這麼新的建築物 我就上來拍照 方便啊 坐輕軌就可以直接到了 然後附近停車場也很方便 新奇但是 甚至可以說是很震撼 我覺得設計的很棒 海運運輸廣場不但是 觀海平台第一排 能近距離觀賞85大樓及港口船舶 照片怎麼拍都好看 成為遊客打卡地標之一 港旅中心也預告 年底將有餐飲業者進駐 就是要讓遊客玩得盡興 年底的時候 預計還會有些餐飲業者進駐 所以屆時我們的 我們的高雄在地的朋友們 然後一般的遊客們 也可以在我們的三樓的懸挑區 在樓美食 然後看著海景 然後郵輪作業的時候 也可以在那邊看到遊客 需要留意的是 目前海運藝術廣場要等到下午兩點才開放 但這兩天有不少遊客 因為跑錯時段而撲空 也提醒遊客需留意開放時間 才不會影響行程 壞了旅遊興致 簡健衛視王上義高雄市採訪報導 所以就在那邊看著 在那邊看著 就是在那邊看著 公主 是 感谢观看